大家好 現在是2019年4月3日 星期三上午10時 這個時間在這裡就是支持譚天雪地的節目 每天都準時開咪咪 先喝烏龍茶 人生就是一種烏龍上的快樂 今天我們決定去夢市的美麗華酒樓喝茶 幫我笑容 她說不要太硬去 因為包尾就不太好 因為如果你想熱鬧的話 最好在10時半左右去到 大家陸陸陸陸陸進入飲茶的地方 像我們這兩天1時半左右去附近半島飲茶的時候 人家已經喝完酒的時候 我們才包場 還問到我一句 甚麼是包場 我當然知道甚麼是包場 人家走後 我們進去才坐 幫他們賣廣告 人家走得濕濕濕濕 現在自己才去 有道理 早點去喝茶 以前我一直主張10時左右去喝茶 你可以很隨意地選擇你坐多久 起碼你坐1時至2時都可以 因為你早去 但你下午是接近1時的時候 人家很多人都是賣單走了 自己在那裏坐 這樣自己包場 喝茶就喝茶 人生也是一種開心 而不應該局限於 為了折弱一點 那些錢而不去享受 其實吹飲茶是一種享受你的 昨天我做製品都說過 其實關鍵的就是 你捨不捨得去花費 人家來說也是有一種 想知省飾驗的那種想法在那裏 只能夠省得就省 但這是很正常的 寧願去市場買些好的食物 回來吃 但細想一下 這樣其實人是沒有意思 為甚麼 因為快樂的東西是無價的 因為你只要省回區區區的錢 而使自己不可以快樂的話 那你也是一個守前路 另外又是得不到快樂 所以人來說 其實要快樂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要有所付出 有所… 即一句話 都是快樂為本 人是最重要的 是一種身體 銀子是身外物 我昨天第七集節目 五夜彈琴的時候講過 銀子是身外物 沒有了人 一切都失去 沒錢可以賺回來 人沒有了 永遠就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快樂 要珍惜每一天的實實在在 活在當下 因為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總是認為未來是大把時間 有的事時間 其實世事是變幻莫測的 沒有人可以打保票 沒有人可以預測到 未來你將會怎樣 我們昨天 我們知道昨天我們活著 我們今天起床 我們也知道今天 是確確切切地活著 而且還沒有病有痛的時候 我們是否要享受 是否我們身體健康的時候 需要一種享受 而不要等到身體 你才覺得你活著究竟是為了什麼 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哪怕你擁有再多再多 都是不屬於你的 所以我也覺得你就是 人的身體 真是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我們 人就是要 活著 就要開朗 要快樂 很多事 不要太過執著於 我們要怎樣怎樣 要追求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都是虛無的東西 因為你找一萬 你就想找兩萬 找兩萬 找一百萬 你永無致敬 你永無收手那一天 你都是不會附足的 真正的附足就是 我找了這麼多 我有一萬 我感覺到 可以 這個時候 我感覺到 我精神上 一種附足 因為你追求那種虛幻 沒有哲境的 那些不屬於自己的 那些所謂的財富 不是自己擁有的 是看別人 去賺的 嘩 哎呀 喝一杯這杯 烏龍叉 這杯茶真是好咩 十點零不睡 早上呢 起床也不多不少 從床上起床之後 你擦完牙 洗完臉 你都會覺得好像烏一烏一 像烏龍一樣 未能的話 突然透露清晰 都是夢露夢露之間的那種感覺 但夢露夢露間也不錯 都有一種浪漫 夢露夢露 夢露的過程中 你看什麼都這麼美麗 對吧 在喝茶之前 在家也要喝一口美麗茶 一會再去喝 昨天我在家已經喝了很多茶 在半島又喝了很多濾茶 我還專程叫一個廣州的全哥幫我 沖茶葉 記著幫我加多些茶 因為我喜歡喝濾茶 越喝就越濃 人道浪 情道浪是芳之茶香 是不是這樣 有一首歌不停唱了 但我真的忘了 早上這小火 雪地有種很隨意的 在這裏 描描一下 人就是這樣 也是紀錄生活 所以有時真的 起床 塵牙 是沒有準備我需要說什麼 反正糊塗糊塗地 幫我老朋友 碰開機 就在那裏說 所以你只能夠說一句 我老朋友還想一句 說一說一說 突然間斷腦後 你快快去吹吹 喝一杯茶 繼續享受 怎樣 現在大陸的時夜是4月4日 零三一時 有些人睡覺 有些人在宵夜 如果我把這個視頻分享出去 有些人還沒睡覺 你還可以看到我 現在早上 我在這裡 做節目 好像 加州陽光 沒那麼光滑 好像都那麼艱陰 我真的沒出去看過 那我做完節目之後 我會拿這部手機出去拍一拍之後 看看洛杉磯究竟是什麼天氣 但是我覺得這樣是不錯的 不用這樣 我昨天看過別人的視頻 有些人說對洛杉磯的印象 洛杉磯藍天還是藍天 是非常好的 其實他所說的都是客套話 我在這裡六年 天天曬著 加州陽光 很辛苦的 所以他說 看到藍天 還是藍天 這些都是 都是什麼 都是麵香 我們做過大陸的人說的 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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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真正在長時間 在洛杉磯生活 甚至 你不是說 經常 走出去的話 你是室內的話 那你當然看窗外面 肯定有藍天藍天 藍天爬穩 如果 你真的在街上走一走 走到什麼 當然你如果出入開車 你做視頻的 在車上做 那沒有問題 在樹蔭底下也沒有問題 但你真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什麼 你知道真正在生活過這個地方 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其實 加州陽光 並不是你想像 那麼好 因為你單是用眼看 是很美麗的 但你真正在 曝光 在陽光底下 你會不會 還說藍天 還是藍天 所以一樣東西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慢慢慢慢 都不是很喜歡 洛杉磯的藍天 因為 它太可怕了 它是 陽光 太令人 不舒服了 特別我那些人 喜歡去 做視頻的人 你這麼浪 浪到我 這樣 整隻招 那你我喜不喜歡 因為我是實踐 才有出真道理 我實踐過 我是真的 有時 不要有事 我做節目 我都會出去做 浪到我 好像白人 那樣 你知不知道 我是忍受著那種 強烈的熱頭照射到面部 那 我還要堅持做節目 因為我想 我是不是很敬業的一種精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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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們的老朋友 好 由於我 待會 我要早點去喝茶 我就沒有拿到我的相機 去拍 一用相機去做 畫質 還有聲音 都非常漂亮 但我要通過 傳回手機 需要時間 現在已經是10時15分 我要趕時間 所以 我又用三星手機去拍 那就很方便 不需要我 至少省了十多分鐘的操作 就是螞蟻本家從相機搬到我的手機 再編輯 我直接就在手機上去做 所以手機其實是非常方便 所以 作為 玩視頻的人 其實最重要是耐用 究竟 你 好像我那樣 一早 在這裡 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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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手機 拍視頻 已經足夠了 是不是 沒有 兩樣 只不過 你手機拍的時候 它的印度 是粗糙一點 如果漂亮的相機 線條 是比較 好一點 就是這樣 太多太多這些 攝影器材 好在我 早幾天買那個 三百多元 我就退了 真的 一時衝動 買回來 由現在 我絕對買回來 那樣東西 在室內 我絕對用不上 在深海 其實都是沒有被用上 所以現在 真的要理智消費 不要 因為 喜歡 而去 買 有些東西 不夠實用的東西 就算哪怕 再好 都是不好 最實用的是什麼 最實用的就是一部手機 一部單反 其他就 可以 不用了 帶了一部 就是 Globo Globo 就是 很細部 這些機 這些叫Globo 現在我充電 便要拍攝 待會我會拍攝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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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